好 盯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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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警持盾氣 破門攻堅 合理全部人趴下 不准動 盯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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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一對一制服 远警光是高舉電擊槍 毒客聽到滋滋滋的電流聲 就嚇得狼狽趴地 新北市盧州的九窮街上 有人利用娃娃機當作掩護 經營非法的麻將賭場 而且為了避免聲音太大被檢舉 還在牆壁上貼滿新英眠 警方在10號凌晨3點多 持搜索票 破門抓人 針對轄內流串毒長 積極收證 由偵查對嚴明所控署 專案小組 該毒廠常稱社區大樓一樓中 且設有電子索門禁管署 專案小組強制破門路面搶劑 成功查獲19人涉嫌賭博案 並查過現金21萬及多項賭博證物 盯州分局員警的最新利器電擊槍 放出聲音威嚇 首站就立大功 當時裡頭並沒有填充彈匣 如果有中彈匣的話 只要一發電 就會有兩支倒勾 並且會導電的針射出來 如果靠太近 殺傷力比較大 但是這種電擊槍屬於非致命性武器 使用距離大約6到10公尺 可以遠距離控制嫌犯 電擊槍的威力嚇壞37歲的陳姓負責人和18名賭客 通通通被員警帶回警局 負責人訓後被依賭博罪 以及電子遊戲廠業管理條例移送偵辦 另外18名賭客被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進行裁罰 只是在聽一次 刺刺刺的聲音就嚇得他們腿軟 想跑 腳已經不停使壞 三天新聞 黃世涵